我们又来到了美丽的乔治城 没错其实两个视频是连着录的 然后呢我们下一步要看的是 一个这边很有名的马卡龙店 就是那种很不一般的马卡龙 就是一个很贵 然后还会有很多人买那种 很大的那种网红马卡龙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这里真的好美 到了就是这家马卡龙店 看这里在排队 是两点八到一个 看这个店里面的装塑 还有就是苹果之类的 就是苹果之类的 在湖边很有意境地吃马卡龙 我挑了绿色 他们说这个最好吃的一个 好奇怪的味道 咸咸的 很奇怪的味道 不要试绿色的 有点像草药 但是很软 再试一个粉色的 玫瑰花的味道 但味道也有点奇怪 有点咸咸的 有点玫瑰的香气 这些马卡龙听看不经吃 不是特别好吃 不值这个价钱 最后再尝一块这个颜色的 这是咖啡味道 这还可以 就是要尝一些经典的味道 不要试太奇怪的味道 太猎奇了 这个还不错 所以如果大家去买的话 可以试一些这些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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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